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BONUS VIDEO 話說我的VLOGmas 旅遊VLOG已經完滿結束了 我也想做一個Videos Recap一下這個多月的感想 因為做VLOGmas都是我第一年決定做VLOGmas 其實這個想法就想了一年多的時間 但一直都不敢做 因為我覺得我的生活是很沒趣味的 不想悶到大家 第二件事就是做VLOGmas是每天拍 每天出 其實真的有很多工作 基本上我之前都說過 每天拍完之後 基本上我的Official Hours可能是六、七點就會完 但做VLOGmas的時候 基本上推到九點、十點、十一點才完 是蠻BRAIN DRAINING的一個Process 因為又要想 就算那天平平無奇 但都想跟大家分享某些東西 可能希望大家看完那個Videos 會有些資料可以拿走 所以都蠻PUSH去想 這兩件事就是 尤其是第二件事 我覺得是蠻DRAINING的一件事 所以亦都是因為工作量這麼大 所以我想了一年多都沒有什麼開始 之前 但是今年就有點不同 不是今年 是去年 去年就有點不同 因為知道自己會去UK和去法國 所以都覺得 只不過VLOGmas都是大概19天左右 然後就會轉到Travel的模式 希望大家有一點新鮮感 就不是真的看我只看我只看我 只看我一個月 所以我覺得去年VLOGmas加Travel是正確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真的坐在這裡 可能是28、29日或20日會悶到爆炸 但因為之後轉了模式 我覺得又給大家一點新鮮感 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我想說 我很開心去年決定做VLOGmas 即使工作程度真的很多 我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原來大家都真的喜歡看 亦都大家不介意 我坐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我對某些事情的看法 我覺得跟大家的關係有點緊密了 雖然我坐在鏡頭前說話 但是後來我就想到有一點點互動 就是大家留言給我 然後我就在影片裡回答 我覺得起碼感覺是跟大家聊天 可以分享到在美容、化妝、化妝、化妝以外的分享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對你們了解多了 我覺得好像跟朋友說電話更新的 只不過我做的事要多一步 那個不是電話 那個是相機 然後我要放到Youtube 我覺得挺慶幸自己做了這件事 因為我不做的話 我覺得每年12月都會想做不做好呢 然後又決定不做 因為太多工作量等等 我覺得我開心在今年我出現了我的舒適 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而大家是喜歡的 我都非常非常安慰 大家都不介意我經常坐在這裡跟大家說話 我覺得是很不錯 我覺得是好像回到基本上 因為有時候看Youtube 你看我的頻道就不是 可能看其他外國的那些很勁抽的 剪片剪到 類似小電影 我覺得有時候好像看一些電視廣告 或者是很專業的影片 但沒有了那種共鳴感 但我覺得上個Vlogmas 給了我和大家有一種共鳴感 我是尊責的 我自己覺得我很開心 我是走出了我的舒適 否則到現在我都只是在想 究竟我做不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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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決定不做呢? 所以我就想想想想 我覺得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影片 去編集我對Vlogmas和旅行的感覺 而且真的很感謝大家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一個小小的人物 坐在這兒和大家聊天 大家會覺得看完之後開心了 或者看完之後覺得 但未必真的有些提供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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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Vlogmas 我真的看到眼淚淚 因為我知道我做影片 每天拍都好 我覺得要大家每天追 是另一個level 因為老實說 我youtube的subscription box都有很多人在 我不是每個video都看 某些人是選擇他的影片 某些人是因為我很喜歡他的性格 或者覺得他說話很有趣 或者覺得很有得著 我才會每個video去看 所以as a viewer point of view 我知道大家用了多少時間 去每天看我的影片 還有一些是爆腸 我知道半個小時九個字 我覺得這個video都可能會很長 小心啊 這個video都會很長 要不要去倒杯茶 喝好杯茶 這樣說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我as a viewer 我看到大家的留言 我會想 如果我as a viewer 我會每天去看同一個人 我心想要Like他才行 我很多謝大家 我拍片 但我覺得大家都用時間陪我 陪我一個半個月 大一個半個月 其實一個月零五日 一個月零五日 一個月零五日 我覺得很感謝 很想謝謝大家付出的時間 而且我知道大家怕我累 留言在Vlogmas和Travel都是特別多 我知道大家跟我加緊有 因為平日的影片沒有那麼多留言 所以我都試過我的最好 試過Like每一個留言 但有時候追不到我就看了 但沒有Like 我知道大家的心意 我是接收得到的 也有很多朋友Snapchat我 告訴我加油啊 很喜歡啊 我也很感謝你們用那麼多心神 去陪伴一個平凡的我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我不想哭 因為我覺得是Happy Tears 我想那個感動是無價的 我覺得是因為大家的評論 因為大家去看 因為大家的feedback 我是有所感動 而我的得著是很大 亦都是覺得 有時候覺得很驚訝 我只不過是一個宇宙的小小的我 但我坐著說話 有人會聽啊 有人覺得有用啊 然後我就開始reflect自己的life 就開始想 其實這麼多怪事發生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起碼我現在可以分享一些經驗給大家 希望可能當中正在經歷一些很怪的事情 或者當中正在經歷不開心的你 都可能看了會開心一點 我又不奢求多的 即是我不奢求你完全OK 但起碼在那個時刻 希望你會知道有些事情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感受中 可能有某些人已經感受了 亦都有點得著 跟你分享的時候 希望你的心情在那一刻是開朗了 這個是我想我頻道做得到的 就是這樣 其實我有沒有rambling 不要緊要啦 我呢 都有人問我 會不會2017年拍多點vlog 因為大家都覺得 完了vlogmas和travel這件事 有點不知怎樣 覺得有點失落感 因為平時跟著那個時候看影片 會不會2017年拍多點vlog 我想說 其實我是想著的 亦都有人問我一個星期兩條影片 好不好再加多一點 三條可以嗎 我不想overpromise 因為你看到我在法國那裡都走狂 因為我promise大家6時有影片出 竟然他的Internet是rubbish 所以我不想 for my own sanity 我不想disappoint你們 我不想commit說 一個星期會有三條影片出 兩條影片是照舊的 都是星期二、四 早上9點半 但第三條或者我會叫bonus video 我一有的時候就會出 我只可以promise到這麼多 因為我不想overpromise 然後大家不開心就沒有位 所以我會嘗試做多些vlog 或者可能 例如我看到大家問的問題 如果有些題目可以說 我會坐在那裡和大家很隨便 聊聊聊 那就是vlogmas style 但不是vlogmas 所以don't worry 我一做到我會做的 我會做的 因為我自己都很享受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我覺得不是誰適合誰適合 是沒有適合和錯的 只不過對某些的看法 有時候 譬如我自己看一件事 別人分享了他的看法 我都會覺得 對呀 我又沒有這樣想過 我覺得從這些方面是有得著的 我就未必一定說 我要totally agree with 那個人的看法 或者我要totally disagree 我覺得不需要 每個人都不同的 所以我就很興奮去做這件事 都有人問我2017年有沒有什麼目標 其實我之前跟店長略略說過 其實就想去多些旅行 因為世界太大 我就想走走走多點 見多點東西 認識多點這個世界 還趁走走走 靈活性高一點的時候好去 我就想去多點旅行 還有其實我想做多點旅行 其實這個也是我想去旅行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原來做到我真的挺喜歡的 我覺得除了可以記錄一個時刻 自己之外 還有可以和大家分享那個地方 我覺得witches是很不錯的 還有我很喜歡大家有一個留言 就是我經常在我的Travel Vlog那裡看到 就是你們覺得我好像帶了你們去旅行 好像和我一起旅行 這個是個Key Point 因為由Day1我開始做Travel Vlog的時候 我都是想藉著那個鏡頭帶大家和我一起去旅行 我覺得看到你們的留言 你們覺得相似 我覺得我是做到的 我喜歡看那些 但我不喜歡看那些很假 或者很fancy 我喜歡看別人到處看 然後看著旅行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發生 或者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發生 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旅行就算不同的人去同一個地方 都有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帶到你們去我的世界 和我一起去旅行 我覺得我可以做到 所以Thank you for your feedback Thank you for your feedback YES 對 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可以做多些Vlog 我未想到究竟形式會是怎樣 但似乎Vlogmas大家都非常喜歡 我不敢promise我2017年會不會做Vlogmas 因為我要看看12月我正在做什麼 因為如果真的很無聊 那就要想一想 我要在那個月份做 大家不要這麼無聊 但我想有另一件事我想做 在這個頻道那裡 就是我去旅行的時候 現在應該這樣說 之前大家都是跟我一起去旅行 但是沒有跟我一起計劃過旅行 我比較有興奮你們的 因為我在法國Vlog那裡看到很多留言 就說可以推薦我去哪裡 但是因為第一太冷了 第二時間都比較緊迫 所以大家的Feedback或者Information 我是沒有辦法即時去得到 但是我就留下了 我有很多都留下了 所以我就突然之間有一天 站在法國那條街上想 其實可以計劃我去旅行 我想嘗試做這件事 因為2017年我計劃了的是什麼呢 我計劃了應該會去買二代夫 我覺得再不去它是六層 會去買二代夫 幾多月我還沒計劃 我會再回法國 我想去紐約 這三大地方我都希望可以在2017年做得到 但是我覺得旅行 旅行是很開心 但如果旅行是很興奮 我覺得更興奮 因為又是另一個系列 我覺得感覺上互動一點 因為有很多地方你們都去過 你們可以分享給我聽 究竟去什麼餐廳 去哪裡 我又可以再帶大家去那個地方 我覺得很興奮 不知道大家對這些系列有沒有興趣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 我想完之後我覺得蠻有趣 因為這件事就很連貫 大家計劃我去那個地方 我覺得會有幾個影片 或者是Vlogmas style 可能那個星期會是Vlog 做Research 大家一起做Research 看大家的Recommendation 計劃Itinerary 然後去到那裡又真的怎樣 我覺得整件事就好像圓滿一點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過我想應該可以吧 不知道啊 你給我 feedback 就是這樣 那麼大的展望就沒什麼 因為我每一年都做New Year Resolution 但每次的New Year Resolution 到一個月後已經忘記了 所以我就覺得今年不如省一口氣 不要太多展望 就盡量做好每一天我就算了 因為如果太多Goals的話 我繼續搞不好 所以我的2017年Moto都是做好每一天 盡量利用每一天 就是這樣 還有最後一件事 我想2017年我會多出自己的舒適 我也想挑戰大家 多出自己的舒適 沒有人打籌我 我自己打籌自己的 好多工作 有什麼什麼 給自己藉口不去做 然後到最後一年我覺得 都可以試一下 Let's try 不知道那個時刻 為什麼瘋了 我覺得Let's try 然後試完之後 我覺得那個feedback 是比我預期中好很多 所以我學到這件事 我覺得2017年我要接受更多挑戰 因為要不然我只不過是原地踏步 有新的挑戰我都只會說No 即是覺得No啊 好多工作啊 沒有時間啊 No啊 這樣啊 我覺得可能有些事情做了 效果是比預期的好 好像Vlogmas 所以我覺得 我學到這件事 我就跟自己說 要多出自己的舒適 我也想挑戰大家 多出自己的舒適 如果你有個想法 你想怎樣走出自己的舒適 就歡迎留言 因為我也很興奮看你們的留言 看你們想做多些什麼 而是踏出自己的舒適 我覺得 Let's inspire each other 就是這樣 其實我沒有你們 我又不會做Vlogmas 我沒有你們 我根本不會拍片 是不是這樣說 我覺得有些事情 不試過 不知道 我覺得可以去試一下 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 是可以去試的 我很興奮想知道你們會 2017年試什麼呢 我會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在影片方面 我希望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例如Plan with me 做多些Vlog 這類型的東西 或者其他東西的層面 就是可能平時我不是太喜歡做的東西 或者我覺得自己不會享受的東西 我覺得我都可以去試一下 當然我久不久會更新一下大家 我做了什麼是stepped out我的 comfort zone 去提提大家 就是這樣 我也不妨礙大家太多時間了 今天影片是很想跟大家說 謝謝 謝謝大家陪了我這麼久 也謝謝大家所有的feedback 我會繼續努力 有些人問我病好嗎 其實我回到香港之後感冒就沒什麼大 只不過是咳 我咳到肺也脫了 我現在在吃穿背皮靶 找些東西潤頭 就是這樣 非常好 因為我講了這麼久都還沒咳 我待會收了線我就會剪掉 Anyway Wish大家 again Happy 2017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Try new things Let's inspire each other Let's have fun together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下個星期有兩個haul片 大家都等了很久 UK的haul會在星期二出發 法國的haul會在星期四出發 我們下個星期再聊 拜拜